主題是使用Python實現可及時互動用的遠端音音傳輸 由Milo主講 請大家和我一起歡迎我們的講者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Milo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下怎麼用Python去做一些即時影音的傳輸 我想要講一下即時影音傳輸一般我們都知道 因為影像傳輸一般我們知道最熟悉的是HLS直播 然後第一個就是像WebRTC 那HLS的話基本上我們一般Facebook直播YouTube直播都是HLS 那WebRTC的話你可能像Google Meet、Zoom 或者是像GatorTown的影音都是即時傳輸它就是WebRTC 那在Python源中它其實也可以做WebRTC 這個東西的套件基本上就是AIORTC OK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那個 我目前是一個在國中教生活科具與資訊科技的老師 那基本上就是教同學做木工、做機構、做機械、然後寫各種軟體、然後電子的控制等等 那本身自己的Skillset的話是iOS、Android、Flutter、Python、JavaScript、Node這些氛圍 就可以巴拉巴拉 皮膚開吧 因為我以前都是科技的工程師 那目前的話Stack overflow ranking是全球前1000名 然後2018有自己去找朋友參加比賽 有拿過獎 然後目前是GatorTown又是Glooper的創始人 那目前他是全世界最大的 然後有30多、30幾的國家感都在這個Glooper中 好 那為什麼會去接觸串鈕 基本上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東西是未來科技的一個趨勢吧 可以幫助很多人所以就研究了它 那關於WebRT7的東西其他架構很複雜 那基本上也蠻多公司在嘗試說像一些WebRT7的一些開發 你可能是用Open Source套件來做 或者是去買第三方SDK來做 但其實假設你今天你們自己有一個應用端想要做WebRT7的話 在這麼多複雜龐大的這個框架之中 到底該怎麼去思考這件事呢 其實它就很簡單就只有兩件事 就是第一個是說 WebRT7的重音其實最主要關鍵 如果是JS的Developer一定會認識PeerConnection這個重音 那其實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你這PeerConnection的一個Network 一個Graph的關係是怎麼去建立的 那這建立基本上你會可能有Mesh Network 或是SFU或是1 to 1 甚至於是說像SFU 1 to 1或Mesh之外 你可能有一些是你沒有想過的一種網路的網路的TWOF的連結方式 你也不一定要有以上架構 你可以有自己新的架構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它就是DEPEND ON說你的SIGNORING TURN SERVER、STUNN SERVER 怎麼用 然後你的連線基本上 點對點的影音傳輸 要嘛不是通過P2P 就是RELAY 大概第一件事就是你怎麼去建立PeerConnection網路 就這麼簡單 第二件事的話就是說 基本上你的P2P 你一定是要透過一個裝置把影音傳出去嘛 那P2P可能你等於它是一個TWOF網路的關係 那這個好像是一堆水管 這些水管可以讓你傳輸任何影音 所以說你做RT兄 第一個是說你這TWOF網路怎麼去建 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那第二件事基本上就是去傳輸 像是怎麼把你的Device side的那個Audio、Video去傳輸 傳到PeerConnection 那其實過程也很簡單 就是它是一個Capture到Track到Stream到PeerConnection 那之後它就會把你的影音傳輸到 你原本建立好的這個TWOF網路上 對這個應該說你可以說它是一個P2P的TWOF網路 也可以講Peer的TWOF網路 對其實就這麼簡單 這兩件事你做好 你就可以去客製化任何Web Application的應用 你不一定要SDK你可以去客製化你自己的 你不一定要SFU 你可以有各種自己各樣的Web Application SFU Mesh之外你還可以有自己的 好 那 那我們再講這個話 因為我假設我們一般我們聽眾這邊 他應該只認識像很清楚單純的就是 我可能寫過PHP 那我知道我可能做一個Request 哪一個Response 這一般都是一個Server Client的關係 那這個Server Client的關係基本上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但P2P到底是什麼 這可能需要一點概念 有這個概念之後你會比較好理解什麼是PeerConnection 好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一般如果有學過一些網路觀念的人 其實我們知道說會有OSI Model這個東西 那OSI Model的話我們知道是我們的網路線WiFi 連線可能是最低層 那中間可能有一些硬體的Route 一些傳輸 那最後有多Network層 它是有所謂的一些IP的一些轉發 所以之後才有所謂的CCPUDP 這種TCP IP 我們最常常知道的東西 然後在今天才有 Session Presentation Layer 才有所謂的像HTML這些 一堆東西 但這些東西你其實不用太管它 那我們這個所謂要怎麼去理解P2P其實關鍵就是在這一層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做Client Server架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譬如說 我的PHP Server 它是必須要有一個實體IP 所以大家才可以向它做request 那P2P這件事 所以說我們需要一個Server它有一個公開的IP 我們才能去做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問一個問題 假設我今天 我今天沒有一個公開的IP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 Client段要怎麼把資料傳給Server 而且我們可能是在不同的區域網路 那這件事 能不能做到 那如果能做到的話 那似乎就很方便了 意思是說 我不用一個公開IP的情況下 我可以從A點 我A的私有網路可以傳到B的私有網路上 那這樣子多開心 那目前這種機制 我們可能會透過VPN或是SH Tune 來做這件事 但是你今天 可以不需要這件事 因為你可以靠一些P2P的方式 那P2P的方式 它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很酷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 你看今天就是我今天是一個區網 我目標是在 我是在這邊 那我希望我可以像一般Client Server的方式 我可以傳資料到那一邊去 那我在一個區網中 我可能是一個Private IP 那我可能會有NAT防禍牆擋住 然後最後才有通過Server 但我希望 我確實希望我傳出去的資料可以馬上抵達這邊 也許你可以說我好用WebSake 或之類的 但我希望我可以直接有一個 很IP 設好IP跟Po的方式 我就可以直接傳給它 那既然派了Peer Connection 你可以想像 我今天就是 我可能給 指定一個IPPo之後 我就可以大量的 通過Peer Connection 去做影音傳輸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橋樑架出去呢 好 那其實簡單來說 我來舉例 因為我們要加一個橋樑去傳輸 這所謂的Video and Audio 它是一個大量的傳輸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一個橋樑架出去之後 那基本上我們就不用再去透過 所謂的一個公開IP上的Server來做這件事 我們就可以直接 在兩邊的不同的私有網路上 開始大量傳輸你的影音 而且不用去付這種所謂的 Server這個價錢 好 那 這個中英的字忽略掉 因為我忘了刪掉頭一面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件事 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IP 我們要了解一下IP層到底發生什麼 我今天IPLocal的Network下 我的IP是10.0.0.1 那我在Private Network 我可能要透過Louter之後 NAT外其實來說我今天 看最外面的人來看我的IP 我其實我要傳輸要出去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去做一個Request 我可能是這邊通過10.0.1 然後某個Port出去之後 那在Louter外會有一個對應的Port 然後對應的IP是150150.0.1 然後再一個Port 然後才有辦法跟外界的實體Server去通 那當Server再把資訊 你對Request回來 在Server要那個Response回去的時候 其實它是指定到你這邊的150150.1 然後再某一個Port 然後這個Port 再透過Louter再切進來 然後再轉到說 10.0.0.1的某一個Port 資訊可以交到另一個Private Network的手中 它是不是就可以透過這個Port跟這個IP 只要傳資訊到這邊 那基本上這個資料路徑 基本上就會繞到我Private Network中了 就好平常是說 我今天這個可能來可來 那我知道我這邊有一個公開的公開的一些Port IP 但我就可以直接 我知道當兩邊雙方在Private Network 知道對方的這個所謂的 所謂公開的IP跟公開Port的時候 那其他人就有機會是可以去互傳 假設NAT沒有完全擋掉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這是一個P2P的一個很原始的概念 那在這樣的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喬兩鍵好 那槍鍵好的話 它就算是一個Peer Connection 那你有Peer Connection 再來就像我們講的 你就可以傳Audio跟Video啦 導致它一個概念 那我們知道一般 我們在講什麼是Weber提器 就是Weber提器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方向 它是一個Network的IP層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IP層 那在上面你會有UDP TCP的這些框架 那基本上它會有蠻多東西的 那最關鍵的是 影音傳輸的是Peer Connection這一層 那Data Channel的話 基本上它是傳一些文字 或傳檔可以偷這些傳輸 那麼我們剛剛講到說 Peer Connection 的東西 它其實可以用一些P2P的方式去建立起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說 我今天假設有一個IOS裝置 Android裝置 PC裝置 或者是我的Resplay拍好了 那我這個Device它要怎麼去 傳影像已經傳輸到Peer Connection 那其實這件事情會有一個架構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有一個 Audio Capture跟Video Capture 那我有一個實體Hardware Device 那基本上我的Audio Capture 它可能會有考慮最重要的是 Audio Code Day 它是用什麼編解碼去傳輸的 那我的Video視訊大概有所謂 Video Code Day 譬如說像H264 VP8 等等的傳輸 那基本上最後這些Codec 編號碼出去之後 會通過Peer Connection 去傳輸出去 那你在一個 耐實力上再編成軟體的東西 其實你考慮 你會發現會把TC它一個叫什麼Capture的元件 有個叫Source的元件 叫Track的元件 叫Stream的元件 然後Stream在這裡包到Peer Connection 一起傳出去 所以我們都說Live Streaming Live Streaming 其實就是講的就是Stream 那Stream的話 一個Stream之中 它其實有所謂多個Track 你可能有多組的Audio Track 或是多組的Video Track 那Track是什麼呢 Track其實它就是一個傳輸的載體 它是一個傳輸的載體 所以你可以說Audio Track 就是一個Audio的傳輸載體 一個Video Track 它可能是Video傳輸載體 那一個Stream之中 可以包含多組的Audio的傳輸載體 跟一個多組的Video傳輸的載體 那這個載體到底載的是什麼 它只要來源 就是由所謂的Source去達成 那個Source 基本上就是只要來源 所以基本上說 為把TCX這個Library的套件庫 基本上它是 雖然是開放 滿滿滿都是由Google發展的 那基本上它要人都做到跨屏載 所以說在這個 他們有一個所謂的 共同Interface下去 就是Source 那基本上 你每一個iOS裝置 或Android裝 或各個裝置 你要想像去 你要去實現 這個所謂的Capture 當你把Capture實現完之後 你去做建立一個Source的時候 把這個Capture button進去 那基本上 你裝置的Capture跟Source 就可以連結 然後你再透過這個Track載體 傳輸載體 放到Swing上 你Swing可以指定有哪些載體要出去 那在這個Swing 再透過這個Peer Connection 去傳輸出去 所以你的Device 基本上 Device的引擎 就可以這樣 一路的Peer Connection 傳出去 那我們剛剛原本有講到說 Peer Connection 你在WebRT應用的時候 你會建立自己 所謂Peer Connection 的不同的Graph的網路 那你就順著這個網路去傳輸出去 那這就是一個WebRT的應用 然後再舉例 比如說我這是一個Android 之前一個開發的小專案 那我可能就是 Picture in Picture Mode 放著 然後跟對方可以直接視訊 傳輸在手機上 然後接著我可以開一下 自己的應用端的裝置 然後跟對方去討論東西 那這個可能是我的 影音視訊傳輸 就在這邊 那基本上 在這個實作的過程中 基本上就是我把 最端的那個 Audio Capture 跟Video Capture 然後包到Source Track 加入Stream 最後 Extreme Beer Connection 去傳出去 那後端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去建立 Sickle In Server 去完成它 那麼 但 為法TC Sickle In Server 這個到底是一個 怎樣的概念 呢 其實為法TC 其實我們要建立 不同的Peer Connection 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靠的是 Sickle In Server 我們才不會有辦法 去把這個Grab 去建立起來 我們Peer Connection 它是一個 One-to-One關係 但一個Grab 它是多對多的關係 那你Sickle In Server 就是在 如何把雙方 Peer Connection 去建立起來 那我們知道說 因為Peer Connection 其實它建立起來 會 它真正在做 Sickle In Server 在做兩件事 就是把SDP交換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是 把IC Candidate交換 它只要求 Sickle In Server 做這兩件事 但是呢 到底中間的交換格 如何交換 或者是說它的 資料格是幹嘛 為法TC 它 don't care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你可以 自己決定 自己交換資料的方式 還有你的 資料方面的方式 那這樣彈性 也就是說 你今天在做 WebRT application 你可以 很有彈性的 去思考 怎麼去 規劃你的 WebRTC 的Sickle In Server 機制 那你不同 Sickle In Server 你可能就創造 SFU 或Match Network 假設 各位大家 你們有大概 對WebRTC 有一些基礎 了解的話 網路上蠻多 在講什麼是Match 或者SFU 這些 但是 對 再次 我看一下我的時間 那基本上 你今天就可以去交換 好 那我們今天 假設我們今天 在做一個 所謂的 Peer Connection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所謂ICA群在做事 那接著我們會將Local Stream 跟Remote Screen 可以去傳輸 那中間其實有很大的工程 基本上就是靠 所謂Stunk Server 跟Turn Server Stunk Server Stunk Server是幹嘛 Stunk Server Stunk Server 它是一個 它要主要幫你做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Stunk Server Stunk Server 現在就是 它要做的是 想辦法要把你的P2P 這一道關係去串起來 所以當你P2P的關係 串起來之後 兩個 端點 它們在 Private Network 下就可以傳輸 但是NAT 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Async 或Sync 那其中有一個 NAT的方式 既然是它會 讓你沒辦法 P2P去完成 所以你的Stunk Server 會有極限 所以這時候 有所謂的Turn Server Turn Server 它在幹嘛 它當你的P2P 你沒辦法 P2P傳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會有一個中繼站 叫做 旅類的東西 透過這個旅類 基本上 你還是可以確保 你交易得知 但旅類基本上 一定是在 公開的IP下去傳輸 所以這時候 你會吃 吃掉公開 公開空間的 這個SERVER的傳輸 也就是說 你可能就會 付費的意思 那我舉一個 這是一個 所謂的 APPRTC SERVER的一個 傳輸的機制 那 APPRTC 是最基礎 彎兔算的一個 一個傳輸的方式 它是一個 非常好 預於我們了解 這個所謂威巴TC 那你可以想像說 這件事它在幹嘛 好 我的電腦 你看 等下 給我一點點 這個是一個 Alice跟Bub的兩方 然後他們可能 有各自的裝置 可能是一個裝置 SDK 或者是browser 但是 Bub的另一端 它是一個 browser 或者是一個SDK SDK你可以想像 也許它就是一個 被拍攝上的 AIORTC A-I-O-R-T-C 對 那 這時候它可能會透過 signal server 中去 揪於這個論 那接著 接著它會去 去 去試著去 去見connection 那 那接著 它的connection 過程中 它必須要去 所謂交換的一個 sdp 所以它會去做 create offer 去把sdp 建立起來 當你create offer 之後 你會set local description 接著你會傳出去 那另一端 它 它說到之後 它會把remote description 記錄起來 然後去做create answer 那create answer的時候 它就會讓這個 發起者知道說 喔 原來對方 它到底是 它的audio跟video 它到底支持的是怎樣的codec 以及它各種candidate 各種candidate 可能就是各種的IP跟port 是 呃 為什麼要IP跟port 因為IP跟port 有可能是IPport 也許是對方直接 穿搶的IPport 是一個可能 或者是relay 那個中繼站的IPport 那 它會把candidate 類似的傳出來 那 那 接著 他們就開始 把我們雙方的candidate 都傳給對方 那 當雙方都有不同的candidate 譬如說 Alice 可能有五種可能的candidate 然後 B 爸爸可能有五種可能的candidate 假設有那麼多 那 接著 這些candidate 有可能是可以順利連上又不可能連上 那這時候 雙方開始彼此去嘗試說 看 雙方哪一組自己火鐘或candidate 可以讓雙方可以建立連線 那如果雙方真的可以建立連線的話 那 基本上這時候就可以開始做影音的傳輸 那這個candidate在選的過程中間的上 會是最優先的是能夠以P2P去實踐 那真的不行才是透過旅類的方式去完整 那 那 所以說我們知道我們會架所謂的Stump Server Turn Server 那 在最 RTC 到底你在開發過程中能不能順利傳輸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所謂的Trickle IC 通過Trickle IC 你可以去 你可以設Stump 與Turn Server之後 那接著你可以知道說自己手中可以拿到的一些candidate 有哪些 那這些candid的資訊 其實最後基本上就會送給對方 那對方也會把自己的這些的資訊再傳給自己 那傳方才會做所謂的 candidate 互聯的動作 對 所以這個Trickle IC 是個很常用的做 那 那你當你開發的時候 Weber提升Internals 也是你最常用的tool 這個tool 基本上 你可以去透過這些資訊去了解到說 好今天跟對方創立Weber提升連線 我到底跑到什麼階段 我現在問題趕在哪邊 那如果真的開始傳輸之後 我還可以去查說 目前傳輸的資料是傳怎樣的resolution 傳拿一組code 傳輸狀況怎樣 或目前傳輸累積的流量如何 我是透過Stump 透過Turn嗎 還是什麼的 直接都可以在Weber提升Internals 去用一下 所以在工具支持上 這部分是蠻完整的 那我剛剛講到那麼多 等一下我的演講是45分鐘 我講一下 45分鐘 我這裡還有時間 那我剛剛講到這些都是一些Weber提升的基礎觀念 那我剛剛講到說其實Weber提升它除了Browse端外 其實還有很多IOS Android SDK PC端 那其實這樣Python有所謂的自己的一套 那基本上就是AIORTC 那你可以想像說 它這個所謂的Weber提升 它可能是一個公開大家一起去發展 那Library 在這個Library庫的話 底層是C跟C++ 那C跟C++在往上一層 就是看怎麼去相容於IOS Android 還有相容於Python 那Python當然也有去跟它相容 那相容這一塊基本上就是AIORTC在做的 對 那麼我先簡潔一下 就是AIORTC 基本上就是Python這一塊 那我們知道我們今天要去學習或了解一個AIORTC 或者是Mobile端的Weber提升開發 或者是各端的Weber提升開發 我們其實要了解這一塊 另外最實在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要如何在one to one的情況下去做一個傳輸 對 如果你能夠one to one的情況下就傳輸 那代表說你的Sickle in Server Turn Server、Stand Server 這些基本上是有概念的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說 你兩邊裝置是可以順利傳輸資料的 然後APPRTC 它其實就是一個線程Sickle in Server 去做一些讓你可以做一個one to one傳輸 所以你可以browser端開啟這個APPRTC 然後接著你的裝置端就可以開始專心做你的WeberRTC的開發 去驗證你的裝置端 從Capture到String到PeerConnection這到底有沒有順利傳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做一個AIORTC的話 要快速驗證這東西行不行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讓我們使用AIORTC 試著去開發一個很簡單的應用 然後看它能不能在APPRTC這上面去傳 對 好 對 所以為了這個one to one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講一下AIORTC的部分 那我這邊就實際 我的時間應該 還有二十分鐘 還有二十分鐘 喔好OK那太好 還有二十分鐘 所以 我這邊的話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AIORTC的code 那 我直接就把這個demo跑起來給大家看 這邊 這邊我是一個 EVA 那 我現在 好 那 你就會看到說 現在是APPRTC 我就可以開 我這裡有一個Python 那我現在有手中的鏡頭 我把它傳出 我通過Python 然後把KMAR傳出去 那 我Browse端 我可以馬上去驗證這件事情 Browse端 可以驗證這件事情 Browse Browse 好 這邊 我可以這樣譬如說 把DG去開 然後現在我現在正要準備進入跟那個Python端去溝通 所以我就join這個room 然後joinroom這個是我自己的畫面 然後這是由Python端傳過來的畫面就在這邊 所以基本上這個程式基本上一定是順利完成1 to 1的一個傳輸 就在這邊很明顯 然後這個東西它其實還有一些應用很好玩的 假設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一個GateTown裡面去做這件事 那譬如 我來舉一下例子 我可以今天在GateTown 好 我今天要來建一個物件喔 我今天要建一個物件 我先把這個關掉 欸好 這個斷掉了 所以 今天假設要來建一個0987654321 需要一點size 好 0987654321 這是一個room name 好 那接著 那接著 我可以在GateTown中內看 這個1對1的即時視訊的通話 然後 然後 我在 open 然後 假設這個好 那我可以把它embeddy的進來 譬如說我embeddy的這個東西在裡面 那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譬如說按下X 對 然後因為GateTown它基本上它是用iflame的時候去砍入這件事 但是在這東西其實我有做一個hack的工具 我只要按下這個 它就破解了 對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是第一個是說 嗯 GateTown它這段沒有去很開放讓大家可以去用這個東西 可是 而且它還有蠻多問題讓你沒有破解 但我今天可以直接去 透過空intention的話去破解 那其實這個可以把它改成自動化 只是我現在多一個click的東西按 所以說 假設有這個intention的情況下 我今天可以在GateTown上 我直接可以跟人家做one2按視訊 那這個東西它可以做的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我今天在GateTown空間 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可以跟 假設對方它現在不在展場上 我可以直接按一開始 然後感生通訊 開啟one2one的一個未把機器的視訊 那對方呢 它建設也許它可以在手機 欸 有人call我 那我趕快來跟對方視訊 直接做展場服務 那這樣的話 對方就不會漏掉了 那還有另一個應用價值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可能做一個流浪動物 我做一個 我可以把 每個bladesprit拍的裝置放在 比如說放在那個 流浪狗收那個收容中心 然後放上去 那我今天可以做一個GateTown區域空間 那我今天想要看狗狗的時候 我只要按X 我就可以直接開啟 即時視訊畫面跟狗狗去 去做一個視訊的一個對話 然後順便看看有沒有什麼狗狗是我想收容 或是遠端照護啊 老人照護啊 基本上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就只要one2one的RTC 然後 然後 就是你one2one連線 然後 對方又可以即時知道說 現在有人進來了 那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假設我是一個 做戰場的 我不一定 都一直開著GateTown外面 但我可以 有訊息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即時收通知 那我就可以提供服務給大家 無論是透過手機 或是透過 我 Browse 我不一定 對 我不一定要 我就可以直接進去 嗯 好 所以說 好那我再回顧一下 所以說 目前的話 這是一個 AppleRTC的應用 然後 哎呀 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 我先做一下總結 然後等一下再回答他問題 所以說 這是一個 AALTA TC的DOMO 對 然後 SummerRTC就是說 我們就要做一個 WebRTC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 我們PeerConnection之間的 那個Graph關係 我要怎麼去規劃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的裝置端的 要如何去從Device 然後 一路到PeerConnection 這條路 能不能順於見證 欸 我忘了講我的Code 不好意思 好 對 不好意思 忘了講Code 好 這是一個 WebRTC的Webcam的一個應用 呃 這個 我會之後 公開在我的Github上 所以Github上 你們可以去Follow的是 那個 我 因為 有什麼影片 我 我直接在這邊 好 我直接打我的Github 這個 反應我現在 AIoRTC這一塊 他的 在respritPi的一些polting 其實現在有一些問題還沒有解決 那如果解決之後 我就會公開在 直接公開在 我的那個PiL的帳號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你們可以去follow 那之後那個專案PODY的問題解決就直接分享在Github上 那到時候未來大家都可以用ResplayPi去使用它 然後,對,然後你就可以用ResplayPi 進入機師影音傳輸的物聯網 好,對,然後你可以幫助小動物啊 或是幫助任何老人照顧這一塊,你們就可以去使用它 就是一個Pi,然後再給AIWRT就去搞 好,那這個我要來講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剛剛執行的程式,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終點端 那透過這一段程式基本上,我就可以順利的傳輸影像 那這段程式在幹嘛,來解釋一下 哦,我好像少秀一個東西 我來秀一個 我來秀一塊 就是我們 呃,其實用因為PiTon好多基本上還可以結合 AI跟OpenCV這一塊 這一塊是目前 其他 因為會把技巧支援很多裝置 但其他裝置基本上 在做影像處理啊,這些應用的方便性都沒有PiTon好用啊 所以你用影像的處理,常常最後很快還是回到PiTon來弄 所以基本上這個程式基本上還有 所謂的跟影像處理是可以直接串起來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 來哦 秀給大家看 我這邊 嗯 登登 這邊 好 來秀一下 你們看到 有沒有 這是一個用OpenCV一直旋轉 然後旋轉之後再把這個 這個 這個video一直不斷的傳出去 那透過我的PeerCognition 我收到 我就看到一個影像過來 那其實這件事就代表了一件事 我今天影像處理的東西 我也可以即時串流出去 所以我可以影像處理 我camera 然後再影像怎麼去做特效啊 結合一些AI應用 我就可以即時一直不斷傳入處理 處理 譬如打馬賽克還幹嘛 有的沒的之類都可以這樣去玩 所以其實 所以那我們就再來講一下這個程式嘛 我先把它關掉 不要視頻關 好 那 欸 我現在還有share全部的畫面嗎 哦 應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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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這邊的話 這是一段程式 那剛剛這一塊是傳那個 影像傳入這一塊 那 那 Videotrack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有講到Track這個東西 Track 呃 在 AIORTC中啊 我們可以去繼承 Videotrack 那 這個Track 基本上就是WebRTC 那個Track 然後我們有講過 Track基本上就是一個 呃 載體 一些影音傳輸的載體 它可以被加到Stream 然後再透過P2Connection傳出去 那 因為我現在 Videotrack 我做了一個類別Videotrack去繼承它 那 接著 我怎麼 剛剛是怎麼把影像傳輸出一個 基本上就是 重拖CBR 把那個影音檔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讀進來之後 我接著去 我建一個所謂的 metric 來表示這個旋轉 那我基本上有一個 time stamp 會去 對應 time stamp 會去對應我這個rotator 應該要轉的角度 那接著 我就是把image去做 togglewrapify 去做 一個旋轉的image 就計算出來 那 接著我 togglevideotrack 去把這image包進去 那這frame 基本上 我就可以送出去 所以基本上 在receive 基本上這一段 只要把frame去return的話 那 後面的那一連串的架構 你就不用管它 它基本上 就會幫你直接去傳出去 囉 所以說這一段 基本上就是一個影像處理 很好發揮的地方 好 那你會看到說 在這邊的話 其實在這邊的話 這個 它其實是一個完整的command 但它最後會跑 在真的程度在run的時候 其實它會跑 video image track 也就是這一個 類 我們剛剛見的這個類 然後這個類 基本上 這個載體 就是一直不斷去把你image 計算出來的東西 去放到track中 放到這個peer connection下 所以這是為什麼它之所以 可以一直傳輸的原因 那 但是在這之前 其實它有做一些 所謂sigone的程式 那 其實sigone這個程式 基本上 要怎麼做 其實我按我的peer connection 我會去做 所謂的create offer 我offer傳出去給對方 接著 我會去 等對方好 我會create offer好之後 我基本上 我就會把它建造 local description 然後接著 我 sigone server 我把這個 description再傳出去 那接著我要等 sigone 因為我傳出去offer給它 對方也會傳一個sdp回來 所以我要等sdp 那當我sdp等到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去做 set我的一個losal description 然後 並且把sigone去send出去 然後接著 後面是 就是我開始 我會不斷一直去做 我的 把iccandidate去建起來 我一直不斷 addiccandidate 最後才是去嘗試 不同candidate的一個 嘗試下去 去 try 然後去 一路去把這個影音傳輸 建議起來 好 這大概整個是這樣 所以是那個c 影音傳輸 那webcam這一段的話 這邊就可以忽略 因為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對啊 沒錯 那接著是webcam這一段的程式 就我們剛剛一開始 最早的第一個demo 就是傳webcam 那其實 我送的地方 其實主要會是 跑到不同的track 好 真正在跑程式嗎 在 欸 我寫在哪邊 哎唷 好 這邊 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我現在 裝置端cam的話 其實是 我是透過這一邊來取得的 然後這是一個相容性的解法 今天是mac的話 就是透過這個取player media player 那如果是windows的話 這方法可以取出正確的media player liners端的話 基本上 他現在是抓vd0 他可以用在拍上 那這個player基本上就會被抓出來 那 player這個程式基本上 呃 就會被用在 這邊啊 就是我今天 add track 我可以把那個play的video啊 跟audio啊 跟audio都加在track中 那我們之前有講到也是一樣 track 他基本上會放到stream 然後最後就會以peerconnery去送出去 所以說 程式的這邊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它 影音傳出去的方法 因為你要把你的video audit放到載體中 他就會出去啊 對 那 sigle in server的話 其實就是在這邊 那這個是一個APPRTC sigle in的方法 那其實我這部分 基本上 沒有去很細節去 去用它 因為這些東西 其他都是 follow appRTC appRTC算是 現在是蠻紅的 1to1直接做的方法 那 其實它的sigle就是 由appRTC去做 那我們前面其實就有講過 就是 不要偷一面 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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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一面在哪裡 讓我翻一下 聲音有一個 ok 有一個很重要的這訊 1to1 是 appRTC其實我們有講到說 不是 不是 EBA應該是要求你sigle 只傳sdp跟ic 那其實中間怎麼傳 我完全不管你 因為你自由發揮 所以 EBA的TC也是其中一種 好 那我目前就這樣 第一個問題是 How's the performance look like How's the performance look like for WebRTC OK Oh 那個 performance maybe I use English and both in China WebRTC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HLR 那是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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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說 WebRTC 它是 即時隱音的傳輸 啦 但是HLS的話 它基本上有可能會 Delay 30秒到很長 因為 其實HLS的原理 它是把你的 Audio Video 其實很多的小檔案 然後分佈在這CDN網路 那每個小檔案 可能都會播放 一段的時間 所以當你真的在用那個HLS 在播的時候 其實一直不斷收到小檔案 一直不斷播 那這小檔案的那個 部署幫助 是透過CDN 所以因為它是透過CDN 所以它可以很大量 同時網路 傳給很多人 所以像YouTube Live 或者Facebook Live 基本上它就可以突破 像一百人 一千人 這些限制都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 WebRTC 譬如說以Gateau 基本上因為WebRTC 基本上你可能會有 所謂一百人的限制 然後像Google Meet的話 可能就是 兩百人限制就沒了 所以 因為你Codec大小 決定你的Size 那也決定那個傳輸量 那WebRTC 基本上就會在這部分 是受限的 那當然你可以WebRTC 你也可以去 可以抓到多人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像SFU的機制 如果我今天創新一點 設計的話 其實我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好 這是Performance 問題的回答 那還有下一個問題 WebRTC 可以傳輸本身支援 Pentive BitRate Streaming嗎 還是這是上層要自行 要始作 Pentive 這一個問題 我會把它提起 BitRate的部分 我不太確定 你這個BitRate 因為你這個 但我不確定 我猜你的意思可能是說 因為你的網路寬頻 可能會隨時間有不同的狀態 那所以你可能 你的BitRate可能會有要 需要一些動態調整 那WebRTC 其實它是可以讓你 就是動態調整 所以有時候你在 對方在網路視訊不好 譬如說你看 Google Meet 對方可能就會傳一些比較 Raw的影像畫質到你這邊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套用WebRTC的話 它這部分的那個BitRate 基本上就幫你去處理好 只要有一些Config設定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 好 還有下一個問題嗎 呃 再來是 AI ORTC有串接上OpCV使用 請問那能夠串接上自己 實作的影像處理模組嗎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 其實它最後就是一個 Video Frame的資料回來 然後你可以看我的Github 其實我有去幫人家去做 就是Audio Frame或Video Frame的一個處理 幫人家加一些WebRTC的Fuge 我覺得它可能本身一個影像的軟件 我把它影像處理 或是AI語音處理 我幫它加一些Video Frame Audio Frame 所以在URRTC 你處理Audio Frame Video Frame 這塊基本上 你就可以去串起來 所以這是沒問題的 好 那由於今天關係 這場議程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與